说到手机啦 电脑什么的 想了解的事情立刻就能知道 超方便 你是这样想的吧 只不过呢 并非如此 由于这些方便的工具 我们正变得无法集中精神 你是否也有所感触呢 即使是在工作学习的时候 也会老想着邮件而去翻查 在无法使用手机时 会心神不宁 坐立不安 我们将这种状态 称为信息中毒 如果信息中毒变得严重 后果就会不堪设想呢 会一直惦记着新的信息 完全无法着手去做该做的事情 啊 我还没做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做川岛龙太 很高兴认识你 我在大学里进行大脑的研究 今后一起锻炼大脑吧 由于社会信息化 现代人正在失去集中力 而且不单是信息 妨碍集中精神的因素 也正在不断增加 但是请放心 我已为无法集中精神的现代人 准备好了新的锻炼 那就是 魔鬼锻炼 让我们立刻试试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